好的 第32屆金曲奖就在今晚即将登场 那么现在呢 星光大道也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可以看到呢 今年的主持人是包含有 谷谷跟玛丽是来进行红毯的主持 那么典礼的主持呢 则是由Lulu来二度挑下大梁 不过呢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 都有相当多的入围者 已经来踏上红毯了 包含呢 可以看到现在甚至是男帅女美 那么可以说是星光异役 不过呢 今年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并没有开放观众来入场 那么星光大道呢 其实也是不开放粉丝来管理的 那么今年的红毯压轴呢 就是入围的歌后苏惠伦 可以看到呢 其实像苏惠伦 他是可为13年推出新专辑 那么是首度来入围金曲歌后的 那么其实他的对手 真的相当的激烈竞争 以及田富珍呢 他是可为9年来二度入围 金曲歌后 还有万芳跟孙正希 其实都是第二次 要来抢这个歌后的宝座 最特别的地方呢 其实是有这个首度入围的 包含原住民歌手巴奈 以及中国歌手谭维维 都是非常属于实力派的6位歌手 今年都要一起来角逐歌后 那么呢 今年到底讲落谁家 也即将在今晚揭晓 好